華航公會 高舉著華航大賺錢 員工做功德的牌子 華航19號晚上有上千名員工 走上街頭吃米粉 油飯 舉辦功德餐會 就要抗議年終縮水 我們的全新 大概是要6億左右 6億多 如果以這個數字來看的話 18萬是拿全新大約3個月的錢 我們要求的並不過分 今年華航營收高達1563億元 創下歷史新高 年終獎金卻只有 過去最高點的四分之一 工會表示 去年華航營利達90億元 如果提拨20% 分給全體1萬名員工 平均每人可以獲得 18萬元的獎金 穿著雨衣高尚改編歌曲 你的年終還出演行動劇 要求提高年終獎金 對此華航也發出聲明 表示公司發給基層員工 三個月的年終譴責工會 謊稱年終只有7萬元 基層受害 基層受害 占据南京東路兩個慢車道 就要為自己年終爭取權益 不過工會和華航雙方 目前沒有取得共識 到底能否爭取到18萬年終獎金 還要看雙方如何協調 記者陳子芬去江方 SNG小組台北報導 表達 尊重